我們有提它的那個高度一定是在眉尾 那我們提到橫線的這個是所謂的眉尾 那一個好看的眉毛的長度 我們把它的眉頭拂出來 眉頭就出現在眼睛的前緣 就出現所謂的眉毛的頭 眉頭 那眉尾呢 眉尾要怎麼定 如果你去醫學眉隆診所啦 他會給你一個眉毛長度的建議 那根據這個醫美診所 醫生的建議是 你的嘴角跟你的眼角連成條線的時候 那會穿過我們的眉尾 那是一個好看的美好的長度 所以你可以放你的嘴角 眼角連成條線 然後打到我們的眉角 那這是一個建議啦 建議 所以你換來說一定要依許它 那也許你喜歡短的眉毛 你喜歡長的眉毛 那就以這個為一個中界線 你想要長一點的眉毛 就越過這個 顏色一條線的這個邊界線 那你想要短一點就是稍微縮一點 那我就剛剛好做成垂角 眼角連到眉角 那眉毛它會有一個高峰呢 我們稱為眉峰 那這個眉峰會出現在我們的眼珠直視前方的時候 黑眼珠的外眼跟眼角中間 這段眉峰出現眉峰的話 這個眉毛就是一個比較好看的眉毛 那如果你有機會去遊戲公司參觀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人設部門的人 一直在照鏡子然後幾年弄 一直在觀察機的武官 要做成比較清楚 就出現在什麼意思 這樣翻到一塊 好 下一個帶沒有來 一直在畫了 畫了一塊 後面沒有跟著 快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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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在画这个人脸的时候啦 可能眉毛鼻子嘴巴 你以前没有很仔细的观察过 你一定看过眉毛眼睛嘴巴 但是你没有观察过它 这就有点像大家都看过脚踏车 但如果现在要你拿出一张字 画出脚踏车的形状 你会发现大家画出来的脚踏车 鼻子都会跑掉 因为很平常看过脚踏车 但是没有观察过的脚踏车 所以今天画完这个正面的脸以后 晚上回家投注一些心理跟时间去观察 我们画的这个角度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 你下一次再用这个结构系统来画人的时候 我相信你会更能够比较有确定性的 在画每一条线条的时候比较肯切一点 心理不会有那么多障碍 然后我们把这个人的脸形定出来 画这个哭楼桶的时候 我们说要把几个切掉 第几个是没有那个哭楼桶要装上 美国的排气格吗 这个男同学 第五个很好 所以我们把第五个先切掉 那第五个就是装我们耳朵的位置 在这个地方 比较好的 比较好 是 那一个是 比较好 比较好 观传细 就是 这些 那同學叫什麼名字 在御庭啦 詹御庭 找不找 那請問詹御林同學 這個耳朵的下緣 耳垂的部分跟無關 哪一個部分切齊 觀察一下隔壁的同學 耳朵的下緣會跟哪一個部位切齊 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 哪邊 顴骨 好不對 是跟鼻子的下緣切齊 如果姿勢前方的時候 耳朵的下緣跟鼻子下緣切齊 我們先把它放為接近出欄 那耳朵的上緣呢 耳朵的上緣線會出現在什麼位置 一樣這個詹御林同學幫我們觀察一下 耳朵的上緣 眉毛 會跟眉毛的下緣切齊 所以我們一樣把它 位置先指不出來 範圍先指不出來 好 那耳朵它有一個關鍵的位置啦 是所謂耳根 耳根就是從頭顱骨往外長出來 這個部分我們叫耳根 像這個徐梓浩小老師 耳根會出現在什麼位置 會出現在眼角的這個高度啦 所以從眼角的高度往外拉 可以找到耳根的 會出現在眼角的這個高度啦 所以從眼角的高度往外拉 可以找到耳根的 在這個範圍中 我們在這個範圍中 描繪出我們的耳朵 那我們畫右邊就好 左邊的話你還會被頭髮蓋起來 所以我們就畫右邊的耳朵就好 耳朵怎麼畫 先把它整個高度 下半部除以二分之一 一半 好 除以一半以後 下半部再除以一半 可以理解嗎 凱拉小老師可以理解嗎 就是整個耳朵的高度 我們剛接聽出耳朵的高度了嘛 然後它的整個高度先除以一半 再除以一半 所以會有三個 三個範圍 那下面那個範圍是很長的 上面那個範圍是下方兩個加強的長度 理解 好 OK 好的 等大家接好之後 我們在這個範圍中 掛出那個耳朵的形狀 可以理解嗎 可以 好 好 如果跟不上你就舉手啦 今天這個人比較少 我可以花比較多時間照顧同學 上次五六四個人都來的話 這個老師沒有辦法每個都照顧到 好 現在耳朵的範圍中有 A B C 三個範圍 那其中這個 B 就是中間的這個等分啊 放的是什麼 我們的小的耳朵 這個學名叫耳瓶啦 我們把它繼承小耳朵就好 那耳瓶呢 就會附陷在我們中間的這個範圍 先把這個耳瓶比較混出來 那這個等分C呢 等分C裝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耳垂的部分 就是我們耳熱線大耳垂 我們要混出來 那往上走 上方的這個 A 的這個等分 放的就是我們這個弧狀的部分 這個我們叫耳瓶 那耳瓶呢 耳瓶有分這個外耳瓶跟所謂的內耳瓶 外耳瓶就是外面這一圈嘛 決定了我們很多的形狀 那內耳瓶呢 就是中間有一種 Y 字形的 那個我們稱為叫內耳瓶 那我先把外耳瓶的形狀勾出來 外耳瓶的根部會從耳瓶的上方出現 讓它一路往上走 走到這個耳根的部分呢 就會遠離我們的頭顱骨 努力成為我們的耳瓦 好 那勾出了我們耳瓦的外形 這個外耳瓶呢 會有一個皺褶 然後把皺褶稍微表現出來 再接著把所謂的內耳瓶放上去 內耳瓶是一個 Y 字形 所以先把中間 Y 字形的這個 中心畫出來的以後 那下緣線呢 下緣線會往下延伸 構成了我們耳朵的洞 就是會飢餓死 或是聽進聲音的一個部分 這個耳朵的洞 那它的下緣就會出現在耳朵的下緣線 這個內耳的上緣 最後就會往下延伸成了一個皺褶 好 那一個耳朵 就可以這樣子把它描繪出來 小老師現在才知道有獎 不好意思自己面試 因為這不是跟我錯嗎 都幫我上傳影片了沒有問題 辛苦了 謝謝小老師 還利用私人的時間幫我們上傳這個影片 這課有一個FB社團 我們三個資料三個影片都會放在這個FB社團 如果你還沒有被加入的話回去搜尋一下 標題是2014插畫嗎 搜尋不到 那你就跟小老師聯絡一下 看要怎麼加入這個社團 我的三個資料都會放在那邊 我有空的話把進度安排掉 還有評分方式也把它放上去 獎益在前面 找人全員 賢貢 自己保持更新方式 去賢財 賢財 我們繼續把臉型描繪出來 就有點小感冒 可能需要麥克風 後來下一個課就沒有聲音 下巴會出現在什麼位置 那個詹玉琳同學還記得 我們的下顎骨的下緣 切在什麼位置嗎 那回想一下 下顎骨就會是我們的下巴的部分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下顎骨 切到哪裡 我們就知道下巴到哪邊 第六格 好 沒錯 第六格的下緣線 所以整個下巴 整個下顎骨會佔兩個 好 我們就把它介入出來 那這個下顎骨有兩個轉折的骨點 會出現在純裂縫的高度 所以我們等一下把臉 往下切的時候 切到這個純裂縫的這個高度 就出現一個轉折的骨點 往下巴走 就可以勾住我們臉的外型 那你可以決定一下 你這個人要是國字臉 還是一個比較瓜子臉的形狀 可以在這個步驟決定 有和文化的形狀 我現在的小型的主題 我來可以建築 我來的小型的小型的小型 現在手前線 也有很多小型的小型的小型 我來的小型的小型 有餅 我來的小型的小型 我來的小型 我來的小型的小型 冰糖 脖子的長度,我們直接提到下巴到鎖骨終點,這一段的一個長度是多少 然後問這個水手胡哨,叫什麼名字? 要是那個冷氣聲音有點太大了 什麼名字? 陳若昌,來上課嗎? 剛選的,糟糕了 那這個飯店你會聽這個胡哨啥 所以這邊可能沒有你的名字,陳若昌 陳若昌,所以三個都是,上個禮拜我現在有來 那問你好了,你叫什麼名字? 葉喬皮 葉喬木 老師呢 葉喬木,OK 老師,那個感冒病毒快把耳朵、名字通通塞住了 那請問這個葉喬米同學 之前上一堂課提到下巴到鎖骨終點,這一段的長度要佔幾格呢? 三格 三格,好,三格是比較短一點的 那一般般的脖子大概是四格 那你要換短一點就是三點五格到三格 你要長一點就是四點五格到五格 那一般般是四格 一般是葉喬米同學 那這個鎖骨終點到鎖骨的高峰 我們說女孩子是六格嘛 那男孩子呢?還記得嗎? 八格 八格,OK,七到八格 好,那在這一段範圍中,我就先把我的脖子 所謂的胸鎖乳骨肌 好,那在這一段範圍中,我就先把我的脖子 把它描繪出來,形成了我的脖子的外形 那這個脖子的寬度啦,如果是寫實的脖子的寬度 大概會是眼睛,眼角稍微內縮一點 是我們寫實脖子的寬度 那如果你要做動漫做變形的話 那縮小的程度就依據你追求的效果 我們再把各個角度的裡面,做完寫實的示範之後 會做一個風格化的處理 風格化的教學,風格化的處理 那這個胸鎖乳骨肌形狀出來之後 我們再把斜方肌,把它揭上去 就可以成為我們的脖子的外形 那一般頭像,我們考試的時候有考所謂的頭像 胸像,半身像,全身像 不是這樣課的考試 是美術系在考那個化人的時候 有所謂的胸像頭像等等的啦 那頭像的話就是切在鎖骨之上 是所謂的頭像 我們就從那邊鎖骨把它揭上來 那是不是這個形式就還蠻接近 一般我們在看那個偉人的頭像的時候 會看到的一個樣子 那這就是所謂的頭像 鎖骨之上叫做頭像 還好 哈 有了 就像但你為什麼 那我會記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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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头发画出来 画头发的时候 基本上你注意两个重点就好 其他就是很自由的造型的设计 第一个重点是 你要找到你的发线的位置 你把整个头往上拉或是踢掉以后 会有一个发际线 那你长刘海的话 就要从这个发际线长出刘海 那我们请问那个 今天修课随手扶上 我们这个发际线应该出现在什么位置 我们的这个发际线 这边有1234格 哪一个是发际线应该出现的位置 好没错第三格的一半 是我们发际线出现合理的位置 如果你这个发际线出现在2的话 发际线出现在2的话 看起来这个人的那个额头就会太小了 这个在面向学是心胸狭感的表现 不要让它这么低 那如果你把这个发际线定在第四格的话 基本上画起来就有点凸头了 有凸头的形状 很有形式啦 所以基本上发际线你把它定在第三格的一半 所以你要抓头发也好 你要长刘海也好 把际线记得从第三格的一半长出去 那画头发第二个要注重的是 你一定要把你的头发加一个厚度上去 我们说这个圆形是头颅骨嘛 那头发是从头颅骨往外长的 所以会有一定的厚度 如果你加头发的时候是紧贴的这个圆形的话 会变成很多天没有洗头 整个头发这样贴在头上 柔油的感觉 所以现在加厚度上去 好那我们就把头发就描绘出来了 从发际线长下刘海 上方跟两侧的头发 记得给它加厚度上去 那越接近动漫的人物 这个厚度会加的越厚越夸张 好那边 酱油 再把它加一點胡渣上去 那利用這個定人的結構的方式 你是很難把一個人的臉畫歪掉的 但是你要熟悉這個比例啦 那你一個一個去用背的 沒有辦法背起來 背了今天背明天就忘了 那怎麼樣讓他熟悉怎麼樣讓他寄到你的腦中呢 你就是實際用他去做畫 你畫個20張30張你的好朋友的畫像 之後這個比例就變成人自覺了 就忘不掉了 那古時候不是有扮人嗎 要抓扮人要畫畫像嗎 基本上就是利用相等的一個方式去畫出來的 所以要想要的還有一個一個方式去畫曲 就像那個小座尾片 其實是要看的 畫面是蒼跟著蒼好 之後再開設改成圓 就像亞洲蕙蕙蝙蝠 詹曲 李宗盛 酱油 雞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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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